接著呢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蔣萬安 他今天正式宣布請辭立委 他說要展現這個破釜成舟 一定要贏的決心 他覺得好好來為台北市民打拼一下 所以呢今天正式來請辭立委 對那其實呢另外一個 我們看到第一民進黨的 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呢 他在9日的時候 他和前副總統陳建仁 接受網路直播節目的專訪的時候 他就談到他最近呢 因為拍照那個他女醫師 勾手整隊的照片 然後被抹黑的事情 他就一度哽咽了 他就說啊 其實前陣子他在廟口演講的時候呢 就是有支持者跟他說 哇 我看到你這樣子被抹黑 我感到好心疼 那講著講著 陳時中他自己也哽咽了 他說他聽到的時候 眼淚都要流下來了 也有人當面給我搶聲啊 說我害羞這麼多人怎麼出來選舉 是因為你說我聽到這個時候 是因為心很痛 但是眼淚甘了 也是不敢 也不是不敢靠好出來啦 主持人在節目中談到 前幾天陳時中在廟口開講 哽咽一事 陳時中突然停頓了一下 真情流露 並且語帶哽咽的說 對啦 是有一點啦 隨後忍住悲痛 搶言歡笑的說 有一家人很支持他 看到他被攻擊覺得想哭 當他們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我的眼淚都快要流下來了 陳時中也在節目中強調 賢豬首事件與事實不符 牽扯周圍的人是大可不必 用不當的形容詞去影射 抹黑格調是有點low的 對方陣營有些操作和切割 半臉黑白臉這樣都不好 他沒有辦法禁止許巧新 去抱他認為的料 但社會能不能認同 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陳時中啊 今天受訪誰被問到了 昨天他在專訪中說嘛 自己眼淚快流下來的這件事情 那來聽看看陳時中怎麼說 對 確實這次選舉 跟我原先的構想是在 比較一個正面的交鋒的情況 那這幾天負面的選舉 其實力道是加大 可是這整體的作用 然後我們選民給我的一個 知識鼓勵力道也加大 所以兩者的落差變大 對我來講也是感觸蠻深的 那麼其實呢 這次選舉台北市場的選情呢 其實是最激烈的 當然都非常的就是在想說 到底誰會勝出呢 那麼其實在今天啊 就有兩個不同的單位 他們就各自公開了 他們最新的民調結果 情況如何呢 帶您來看一下 首先看到的是 台灣民意基金會公佈的民調結果 我們看到的是其實目前呢 是以國民黨的候選人 蔣萬安是領先的 他是佔了29.8% 而第二名呢 則是黃珊珊佔了26.6% 那麼最後一名則是陳時中 佔了21.8% 可以看到呢 蔣萬安跟黃珊珊 他們其實差了3個百分點 對那跟陳時中 黃珊珊跟陳時中 又差了5個百分點 所以其實落差其實還蠻大的 對其實黃珊珊跟陳時中 這樣的落差 是稍稍有一點拉開了 對那蔣萬安跟陳時中 又差了幾乎快要10個百分點 相當的多 但是我們來看到 另外一個單位 他們公佈的民調結果 這個是中華亞太菁英協會 所公佈的最新民調結果 不過你看喔 這個結果跟剛剛上一張 是截然不同 對完全不一樣的 沒有錯 我們看到第一名呢 竟然是民進黨的候選人陳時中 他來到的是29.1% 那麼第二名的呢 一樣是黃珊珊 他占了28.8% 那第三名的則是蔣萬安 他占了27.8% 不過看這個數據看下來 他們三位的數據都是比較相近的 是 對所以其實跟前一張的那個落差很大的 那個那一張是有點落差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因為剛剛陳時中是排在第三的 不過他到這個民調卻排到第一了 對而且是占了29.1% 對完全就是相反過來的 對所以不同的單位 所調查出來的民調結果也是不一樣的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民調結果 如果你比較相信誰呢 還是你覺得其實都只是參考用嗎 歡迎留言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因為現在台北市長選戰真的相當激烈 我們就來看看他們紛紛提出了哪一些交通的政見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國民黨的蔣萬安 他說如果他上任之後 要恢復這個U-Bike前30分鐘免費 不過這件事情卻被這個黃珊珊打臉了 他說你這個政策根本就是草包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大概是8年前台北市府在做的事情 他一推出的時候好像就有了 對一推出就有 那時候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多多利用的去利用這個U-Bike的部分 不過已經8年過去了 他說你怎麼會想要去走回頭路呢 而且這樣的話 每年其實差不多多花上了5億元 所以黃珊覺得這個政策是不可以的 沒有辦法執行的就對了 那我們來看看黃珊珊她提出了什麼呢 她提出的是便宜的1280月票 因為現在的月票是雙北降1280 你可以捷運公車隨便你坐 但是他覺得之後如果他就上任之後 他提出一個比較便宜版的 大概是900塊左右 然後主要可以提供給像是學生 或者是上班族 你比較固定在兩三個點這樣子的話 對你不用跨縣市的話 那這樣可以比較便宜 不過他的區點就是說 你只能在固定的點 然後可能是沒有辦法跨縣市用的 但是我覺得學生對於這個 如果月票降到1000元以下 可能會覺得說這樣子好像是比較有辦法 對家長可能覺得還不錯 因為自己家裡的小孩 如果都是通勤搭捷運的話 可能他覺得這個方案 對他來說是有幫助的 是那另外來看到這個民進黨陳時中 他是提出了北北基桃1200的月票 而且這個月票真的是非常厲害 因為他不只是雙北 還把這個基隆跟桃園都併進去了 還包括了像是火車還有客運等等的 一個月只要1200通通都可以做 聽起來真的是 聽起來其實跨了各個線 不只是雙北市 是 跨了基隆跟桃園 但是他這個缺點就是 每一年需要中央補助18億元 18億 對 這個數字也是蠻多的 對 所以我們來問問大家 這三個政見來講的話 你覺得說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歡迎也來留言跟我們分享一下下 好 那接下來大家看到的是其實現在 距離年底的九合一大選倒數16天而已 那所有的候選人都是拼盡全力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在六都尋求連任的有四位候選人 其中就包括了新北市長侯友宜 以及台中市長盧秀燕 台南市長黃偉哲 以及高雄市長陳其邁 哇 這四位都是想要挑戰連任的 那麼其實他們就 這四位都是從今天開始請假 那即便他們其實四位 目前的民調結果都是大幅領先的狀態 可以說是其實幾乎 不需要特別去宣傳說什麼 目前都是已經很高的狀態了 但是他們還是決定要請假 那專心的投入選情 對 那其實他們都強調 雖然他們請假拼選舉 但是他們市政是不會停的 一旦遇到一些重大事件 一定會立即的消假上班 請市民朋友可以放心